针对同性婚姻修法的争议 立法院司委会今天二度召开了宫庭会 在场外一早就涌入了超过8000人 立挺同志合法结婚 反对设置专法 有人激动到哭出来 还有快70岁的妈妈要到场立挺同志儿子 而在立法院的另一头 也有反同婚者到场坚决要设立专法 双方各自表述立场 立决不要专法 人权不能打折 人权不能打折 高局彩虹大旗或是手拿看板 用力呼喊口号 28号一大早超过8000位挺同婚者 聚集立法院外 平权不要专法 平权不要专法 人权不能打折 人权不能打折 挺同婚青岛东路万人空巷 因为立院司委会二度召开 同婚修法公厅会 不过传出民进党内专法派抬头 和民法派展开斗法 每位同志活到现在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回应平权 虽然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事情 但是他至少肯认 同事社群是平日 可以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你卖这个卡 跟我说你们民进党 没有党内共识 上面写了什么 equality 会不会英文 equality 拿出彩虹悠悠卡 要蔡政府不要骗人民选票 还有人激动哽咽 跟由妈妈到场立挺 同志儿子 因为他是同志 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 在我们所有人父母心里 是一个很大的痛 我现在已经会年纪七十了 我不知道 我走之后 我儿子该如何 如果这会因 会因平均法 没有办法通过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我担心他的晚年 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 反修民法 那一头反同团体 再度把小孩推上第一线 坚持同志另立专法 我们尊重同运的人 但是呢 我们反对修民法 一夫一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这是我无法忍受的 不要因为你们的提示 忘记了 很多人因为你们的提示 而死掉 挺同婚者一度到场叫嚣 不过警方层层部署 没有造成严重冲突 同婚修法 撞反论战不断 这家的定义 其解 消你不容易 环宇新闻 江显东 廖文璞 刘易如 台北报导 不要专法